造成被設物品的損壞 你說把人眼睛閃瞎了就算了 我曾經有一個作詞的手稿啊 給人家做展覽 然後那個燈照一照 才兩年 字已經全部退沒有了 手稿 字就沒了 消失了 古今文物後廟堂拍攝時 禁止使用閃光燈 主因是會干擾他人參觀的限制 還是會造成被設物品的損壞 請搶答 小溫姐 造成被設物品的損壞 你說把人眼睛閃瞎了就算了 我曾經有一個作詞的手稿啊 給人家做展覽 然後那個燈照一照 才兩年 字已經全部退沒有了 手稿 字就沒了 消失了 所以閃光燈不會影響 他人參觀的性質 當然也會吧 但是最主要是那個古今本身 它不能用一週強烈的燈光 一直去拍 請揭曉 請 好 你知道嗎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古蹟啊 或是文物啊 它都是光敏感性的喔 所以其實在我們拍照的同時呢 雖然你好像就覺得 只有一下下的時間 但它裡頭呢 還是有一些 我們看不見的紫外線跟紅外線 都會造成這些文物 容易會造成它的裂解 所以呢 其實在保存文物的時候呢 都要特別注意它的光照 還有濕度的 請選擇 那我就在 我們異座隔壁吧 八樓之舞 八樓之舞 為你開箱 感恩 兩千五 好 先過瓶 過瓶了吧 對 來 北竹 下一地 全台首座漫畫博物館 它的前身 原本是日式觀社群 還是眷村置墓 請唱吧 欣賓姐 我印象中是日式觀社群 不然 應該先告訴我 漫畫博物館在哪兒 實際的地點到 真的是不知道 這位有誰知道的 在台中啊 那沒辦法 那就不曉得啦 漫畫博物館在台中啊 日式觀社群 那是眷村 請介紹 請 哎唷 恭喜 好厲害 其實呢 國家漫畫博物館呢 它其實前身呢 就是台中的演舞場啦 那它的旁邊呢 還有台中行務所的觀社群 所以呢 在我們導航的時候喔 就是要設定這個 國家漫畫博物館 就可以抵達 那事實上呢 它的歷史相當地悠久喔 從1937年的時候 就落成了這個演舞場 它裡頭呢 就是要讓這些監獄 裡頭的這個浴官 可以來習武 比如說學一些劍道啊 柔道之類的 一個小型的演舞場 欸 猜得好啊 新平姐 脫屏 來 好 我選七樓之一 完了 啊 完了 妳知道有帳單 妳曉得 有帳單這個玩意兒 真的嗎 開箱 有帳單 有帳單 哎唷 一萬元啊 好棒棒啊 來 再出 下一題 國家漫聽院中的情境字幕 和中文字幕 兩者差異在於加上了 特殊音效描述 還是演員動作描述 請搶答 陳佑誠你知道啊 情境字幕跟中文字幕 兩者的差異 我不知道 差異在於是 加上了特殊音效的描述 還是演員動作的描述 來 特殊音效 好 特殊音效的描述 特殊音效 我們聽不就知道 雨聲 雷聲 車禍 什麼之類的 因為特別要強調 他的那個感官的刺激啊 然後他的設備的這個 差異化 設備差異化 就是我已經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講什麼了 我下去就自己想問你 自己想問你 你知道在說什麼嗎 我不解答 設備的差異化 可以解答 請介紹 長生鼓勵 你是猜的吧 猜的 我都 猜的很好 好 它會有一個 特殊的音效描述 它離起其他的 這個地方是不太相同 因為它會有一些 這個 即時推動情境發展的 一些情境的描述 比如說 手機聲響起 或者是電子音樂回蕩 撞球靜待神 就是可以讓這些 聽上的朋友們 透過這樣的一個字幕 也更加了解 劇情的發展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略 快點來訂閱 謝謝 謝謝 Poor 蕊 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